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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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大人 什么事叫您这么烦呢 朝廷当中有个叫徐天佑的 被贬来除舟担任支付 接替本官的位置 本官则另行安排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通天书院的事会不会出乱子呀 本官担心的正是此事 这可怎么办呢 本官已经想到对策了 这每个人的头顶上总会有一个价钱的 价 我相信 谢不压整 我一定会回来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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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来的够早的呀 我是你的书童 怎么能跟你一样成轿子呢 虽然你是我的书童 不过我从来没把你当下人看啊 从小到大你是我的伙伴 我能成轿子你怎么做不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好啊 行了 慢慢就习惯了 赵卿 赵卿 金生 昌云 杜少爷 来得够早了呀 我来了 罗卿 罗卿 赵少爷 赵卿 你可来晚了啊 要不是我爹非逼着我来 我才不来这种坨地方 既然咱们几个都到了 不如我们比试一下如何 怎么比啊 怎么比啊 咱们就比 谁的轿子 最先到山顶司属怎么样 好啊 比谁最先到山顶 那你们三个岂是我的对手 你少来了 你是不是怕输啊 怕输就别逞强 我怕输 就比这个 那输的人怎么惩罚的 老闺女 请喝酒 怎么样 来啊 一言为定 来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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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上 追上通通有赏 快啊 这儿 少爷 你先走 快 长远 够意思啊 走 你们两个听好了 不准因少爷的轿子 但是也不准输啊 快快快 是 追不上吧 快快 快快快 赢了我重上你们 要用你 手滑那么拇壑 算不上哈哈哈 这上伙子 帅舍一下 可是我要 cur了 你也是 ง d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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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来 三爷 你怎么 我说你们几个也太慢了 我都到这儿半天了 赵青 你是最后一个到的 所以你输了 愿赌可要服输 我们没输 输的是你 我 我 我是第一个到的 没错 你的确是第一个到的 但是你却耍赖了 你的轿子是最后一个到山顶 你可别忘了 我们赌的是 谁的轿子最先到山顶 你们三个少赖是吧 赵俊 输了就输了 愿赌服输 有本事下次再赢回来嘛 就是啊 行 算你们三个狠 我们进私塾吧 让我们四大才子 去给他们添一些光彩吧 好 走 走 走 少爷 小心点 徐大人 终于把您给等来了 你知道本官要来 大人 这是梁大人为您安排的美食 请您卖用 我先告辞了 大人 您看这桌菜 怎么是吃还是不吃 既然梁大人胜已全权 我们就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番美意 来吧 大家一起吃 来 来 赶紧坐 好 坐 吃吧 好 嗯 客官 吃点什么 我要一碗阳春面 麻烦小二哥帮我加一个鸡蛋 鸡蛋要再加两门钱 多吃点 那我就只要一碗阳春面 小气 等着吧 徐大人 这个现任之府梁大人 他又是请咱们吃饭 又是送礼的 会不会有所请求啊 好似一个财神一样 弄那么大的排场 肯定会现身的 来吧 别想太多了 吃吧 吃颗肉 来 杨春面 小二哥 能不能再送我一碗热汤啊 客官 热汤可要再加一门钱 先生 若是您不介意的话 不如一同用膳 大人是一桌盛宴 在下一桌糊口 各时其事 各自修行 岂不更好 圣夜 也不过是为了糊口 同桌吃饭 也能各自修行 你就不必拘谨了 快去 把先生请过来 好 不了 先生 行吧 真的不用了 来吧 这 请 这 小二 给先生天赋碗筷 加个鸡蛋 还有热汤 是 大人 大人 在下跟您非亲非故 也能说路啊 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怎么能说非亲呢 一席话也都说过了 又怎么叫非故呢 这一桌的美食 也是别人送赠于我的 我也只是计划献佛呀 你呀 就不必客气了 好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 我有一问 你刚才说什么 这句话我有疑虑 这是万事时表孔圣人 在论语里的第一句话 你凭什么质疑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不完整 所以我有疑虑 这学习之后时常复习 从中学到新的知识 这难道不是一件 快乐的事吗 这 这句话有什么不对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说读书本身是一种目的 但读书并不是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 读书是为了考试 考试是为了高中 高中呢是为了一展所长 所以读书 就是为了一展所长 这句话应该是 学而实习之 习而实展长 不亦悦乎 同意 我也不认为 读书才是最快乐的 有钱才是最快乐的 有钱我什么都可以买 什么都可以买 我才最快乐 荒唐 简直是荒德透灵 这孔圣人说的 那就是对的 我觉得学功夫才是 最最最快乐的事情 谁家的混淆了 在我的课堂 就忽忽大帅 我看 老虎在哪儿 老子竟然要打老虎 扇扇子这边 我扇子给我收起来 说你呢 没听见的 我只听我们家少爷的 你 慢着 先生 我们一伙有四个人 先生只有一个人 貌似是 先生吃亏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谢谢啊 付账了 手末不可掉页 别跑了 好 各位 既然先生已经被我们 气走了 那我们就自由了 自由了 原来先生是杵州人士 请恕我冒昧 请恕我冒昧 还没请教 遵姓大名 在下姓芳名林 楚州全郊人士 本官徐天佑 京城人士 京城 那大人千里劳顿 来到楚州 是有公务在身吧 千里劳顿 说得真好听啊 只是被贬官罢了 本官向来说话 总是职场制度的 先生不必解怀 既然大人是被 指派到楚州上任 那原来的知府大人呢 梁大人很快就要升迁了 故 本官也将随即走马上任 原来您就是 即将上任的知府大人 实际实际 严重 看得出来 先生也是有失之事 为何不考取功名 为国效力呢 不见得人人都要当官吗 我觉得 做一个 勤恳守法的百姓 也比那些 探赃枉法 践踏子民的狗官强 徐大人 梁元阵梁大人到了 想请你到客房一聚 财神爷 财神爷来了 好 本官马上就去 好 方先生 先告辞了 好 财神爷来了 我看你也必是个贪官吧 徐大人是否满意 本官的这些安排啊 上等客房 名贵礼品 美酒佳肴 梁大人您的安排 我怎么能不满意呢 最重要的是徐大人喜欢 本官知道 徐大人是喜爱字画之人 故今天特意为徐大人 准备了衣服 咱们来共同欣赏欣赏 知我者 莫说梁大人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徐大人马上叫做除舟上任 这是本官的一点心意 忘笑呢 怎么会有一张银票呢 是吗 这里面怎么会有张银票 难不成是徐大人自己不小心 遗落在字画里的 真有这可能 国有图穷笔线 现在有图穷票线 只要徐大人同意称并 延迟一个月上任 那这上面 徐大人想写多少就写多少 好 本官马上修书 上奏朝廷 徐大人 徐大人真是爽快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好 好 今有除舟之府梁元阵 执法犯法 贿赂朝廷命官 以权谋私 先上奏朝廷 严加查办 徐大人停笔 徐大人停笔 这 这有话好好说嘛 我徐天佑 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就是 这贪官不敢大人 我跟你说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把你的银票 还有你的礼物 全部带走 要不然我把这封信 上奏朝廷 将你查办 徐大人息怒 徐大人息怒啊 好 这次我就放你一忙 躺了今后 再有下次的话 我绝不姑息 好 大人 气死了 这是怎么了 这个徐天佑 他简直不识抬举 还想参本官一本 徐天佑还没有上任 就对本官发起官威了 这要上任还了得 事到如今 我要让他永远到不了出舟 大人 大人 您息怒 大人息怒 我们回府再从差记忆吧 妻子本官了 回府 快走 来来来来 不许透视啊 干一个啊 来来来 来 超越 来来来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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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记不记得 上次啊 那个老师嘴都被咱们气歪了 你小子光顾着睡觉 错过了那天精彩的一幕 太可惜了 有什么好可惜的 我看到四书五经就犯困 闻到书本我就想睡觉 一进四书啊 更是昏睡不醒 最好啊 是给我一些 冰谱全谱之类的书 只要跟武术有关啊 我就精神满倍 你就坐下吧 你们赵家虽然是武学世家 可是你爹啊 就是不让你学武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一个钱串着脑袋 整天只想着挣钱做生意 你爹不也是逼着你 考去功名吗 我没打算考功名啊 就算考中了 我也会从上做生意 官场黑暗啊 我爹却逼着我考功名 安能催眉 折腰视权贵 是我不得开心眼 昌云 你这么安静 不会是不赞成我们的说法 喜欢读书吧 当然不是 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童 只侍奉杨少爷 再说了 就算我考试 我也考不好 我读书是陪少爷 好兄弟 我们四个人一条心 不读不考方罢休 来 来 来 干 来 话又说回来 就算可以不读书 也得待在私书里 向家里交的 我可听说啊 明儿个要来个新先生 怎么样 赵卿 想个法子 整整他吧 正所谓 拾食物者为俊杰 法子呢 已经有了 大人走 昨晚睡得好吗 昨天痛慢了 梁元振一场 心宽了 睡得香 起得早 其实梁大人来收买大人的事 您不用跟他当面发生冲突 婉言拒绝就是了 本官在京城的时候 早就听闻 这个梁元振 是个大贪官 没想到昨天这一届 真的是闻名不如见面 如今朝廷上下 大部分都是大学士吴松的党羽 大人现在一门心思 去打击这些贪官 如若有些贪官 他们苟急跳墙的话 会不会一来杀身之祸呢 我跟你说 围官的贪生怕死 那就捂了头顶上这顶乌纱了 大人虽言极事 好了 赶快收拾一下 好 我们赶紧起乘吧 时间也不早了 快点 方先生 不再注意完了 回大人 路途遥远 我想赶在天黑之前到达 这样吧 本官送你一程 不必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我和大人不识同路 就不麻烦大人了 那在下告辞了 那在下告辞了 哥 你别闹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不去私塾念书 怎么跑到这里打猎啊 我 爹的老伤又开始犯了 我想赶着野鹿 回去给他拨拨身子 你倒全给搅了 现在一只鹿都没有了吧 我又不知道你是为了爹 还在那儿呢 还没跑呢 你还没跑呢 写中了写中了写中了 写中了 哥 你好厉害啊 走 先把鹿捡回来 好 爹 您看 孩儿打了一只野鹿回来 给您补补身子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再打猎 不要再捂刀弄枪的 可是爹 还是从小就立誓 成为一个像爹一样的人 考虚武状严 报家卫国 报效朝廷 够了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许你再提考武状严的事 爹 小心 你难道也想像爹一样 终身残疾变成一个废人吗 可是爹的这条腿 换来的是天下太平 还有您麾下一百多条将领的性命 军儿啊 你可是咱们周家唯一的乡母啊 你要是有点差错 那爹怎么去面对 赵家的猎祖猎宗呢 可是爹 我 哥 别说了 听爹的话吧 是 爹 汉儿遵命 东西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路上小心 不要惹是生非 知道了 爹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东老爷 这是小人的一点心意 还请大人笑纳 荒谬 你当本官是什么 小的只想给大人换点新家具 走走走 谢谢大人 又在偷听老爷和客人聊天呢 是 他这摆明是在受贿呢 别这么大声 被老爷听见多不好 我不怕 虽然他是我爹 可是我最恨这种贪官了 各位掌柜的 眼下整个雏州 白米的存量都很紧张 公子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就是要杨老爷牵头 把白米价格调高 就是 如果你们把白米的价钱提高 吃亏的只能是老百姓 你们觉得这样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买得起他就吃 买不起他就饿着 我不同意加米价 如果各位师伯 一意孤行 非要哄谈米价的话 我们杨家非但不奉陪 反而会大开米仓 再降价十天 那咱们只有令计炉灶了 是不是 你们怎么这么说的 是不是 晋升 爹 怎么可以跟世伯们 这么说话呢 各位老板 我晚来一步 大家请坐 走 赵青 开门 是爹 门没坐 老爷 在收拾衣服呢 多带些衣服 夜里会起风的 知道了 爹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可是你也要替爹想想 他 你身为一个推官 收拾银两就是不对的 官场黑暗 岂能独善其身呢 就是因为黑暗 所以爹你才花钱 买个推官当王 所以我才让你去读书考举 好好地用功 提爹争口气 他日高中状元回来 好让咱们都家 有个真真正正的状元朗 如果当了官 就要像你和大家一样 同流合污的王 那我就不当这个官 给 这是你的盘缠 不够花 爹再派人给你送过去 我知道了 爹 你刚刚果然是厉害 三两句就把他们全部给震住了 对了 我还没说你的 你怎么可以跟师伯们这么讲话呢 孩儿也只是想说服他们嘛 所以才一时忘形而已 不过你这招也挺奏效的 你们是有所不知啊 这次我和除州的知府交涉 我和除州的知府交涉 简直叫我心力交瘁啊 那个叫梁元镇的知府大人哪 就知道收受贿赂 谁让咱们没有功名呢 要养人鼻息呀 所以说近生儿 你要好好 好好读书 将来考取功名 为杨家争光吗 爹 你这句话都说了上万遍了 我这耳朵都快听得起简了 那你记住没有啊 我就 少爷 你忘了 先生留下的功课 我们还没有做完呢 赶快去书房吧 对呀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爹 我先去了啊 要不然我做不完功课了 新人性气象 一切都是好的开始 备雨一定会过去的 你说你 你怎么能让陈先生说走就走呢 学生们太顽劣 把陈先生都给气死了 东婆 方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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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谢地 你可算来了 东方兄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啊 去那堂歇息一下 泡杯茶 咱们慢慢聊 好好好 快快快 师爷 你买通车夫 把徐天佑带离杵州地界 再治之死地 记不 Pharmade 来 1 6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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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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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 3 4 5 5 6 6 4 6 6 5 9 这能跑吧你 你都跑背了 整个除州城了 还能往那儿跑 大爷 您别追了 行不行 跑啊 大爷有没有啊 大爷 大爷 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杀你的 明天一早记得自己 去官府团案 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方先生 姑娘 深夜到此 有何会干呢 我知道先生 应该没有吃饭吧 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肉炒饭 怎么样 是不是很香啊 你这无设嫌烟期 非将即到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带着饭 来孝敬先生的 孝敬我 你看 先生教我读书十字 我懂得尊师重道 我当然要孝敬先生了 谁说我要做那先生了 你一介女子 为什么一定要学十字呢 为什么女子 就不能读书十字了 不是 不是 你爹不已经说过了吗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快回去吧 想不到 先生读了这么多的书 思想 竟然和我爹一样的陈旧 那些都是世俗的看法 我也没有办法 那我就要做一个 改变世俗的人 姑娘勇气可嘉 但是单凭你一己之力 恐怕很难实现吧 先生 只要你教我读书十字 那你呢 就是改变陈旧世俗的先生 还挺有创意 我倒想问问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学十字呢 我就是希望 能在这些圣贤书里呢 学到一些大道理 就算是不行的话 就算是不行的话 起码 我也能学会我自己的名字 不至于到死的时候 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既然你对求学这么热忱 好吧 我答应你 从明天开始 你就来四处上课吧 太好了 谢谢先生 不过不行 不过不行 我早上要帮我爹杀猪 然后下午要到集市上去卖 只有晚上有时间 能跟先生一起学 晚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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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跟先生读书十字的 这是正大光明的 这这哪成啊 这会受人以画饼的 你别过来 我不怕的 你不怕我怕 更何况这影响姑娘你的名声啊 你不教是吧 先生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姑娘 你这么威胁我 我恕难从命 先生 您是不是饿了 没有 那好香啊 姑娘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 我方林就算是饿扁了 也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 赶快走吧 好吧 那我就回去了 那我就回去了 真是可惜了 这饭了 姑娘 你 你 你这饭没拿走啊 你这饭要不拿走就冷了 冷了就就浪费了 姑娘 姑娘 你吃了我的饭 你吃了我的饭 就得在我的心上 你这 你这 你这女子陷害我 哎呀 先生 你就答应我吧 大不了我们行事小心点 不被别人发现就行了 那好吧 那说好了 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 如果别人发现了 我可就不叫你了 好好 我保证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先生 您快趁热吃吧 来 坐好 坐好 来 坐好 坐好 来 坐好 坐好 这是方先生 你们新一任的先生 各位呀 希望你们不要再生事端了 好好读书 迎接即将到来的香市 看上去 也没有你所说的那么顽劣吗 但愿吧 凡事可不能看表象 这里我可就 这里就全交给方先生了 你们要好好听他的话 大江 我是第一次给学生讲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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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走了 我今天我们学习孟子 我们学习孟子 同学们先不要吵 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啊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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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来 吹了 不要吵 听我讲 听我讲 停一停啊 我在上课呢 这个同学 我讲课的时候 你怎么睡觉啊 谁这么大呆 吵本木子睡觉 你又好戏看了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我在给你们上课 你们是来上课的对不对 我们笑你太迂腐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我们是什么样的学生 而你呢 还做着徒劳无功的事情 荒谬 那我问你 你们来学堂室做什么的 不就是为了将来 能够考取功名吗 方先生是吧 那你为什么不去投考科举 当一个好官 效劳朝廷 是啊 为什么呀 你说说 就是说对啊 我 我 已经四十 功名对我来说 已经不打紧了 反正你们现在正直壮年 就应该努力学习 将来效力朝廷了 在我看来 眼下到处都是贪官 与其做一个贪官 倒不如亮秀清风 把酒言欢 对不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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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卿 你有点太过了啊 你看把先生 都气成什么样了 常元 先生 来 来 消消气啊 我们坐下来说 还在上课呢 先生 坐下来 我 我 我坐 不用不用坐 你们 你们怎么坐 先生 你啊 刚刚我的兄弟如有冒犯 我在这儿替他赔不是 不用 我想跟先生谈一笔生意 什么 什么生意啊 从今往后 先生到私塾来了 你想教就教 不想教就不教 你不管我们 我们也不管你 大家相安无事 皆大欢喜 当然 我也会给先生 一笔可观的投金 你看啊 我们家少爷 多给你面子啊 先生 这叫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让你好好合作 你看 银子就会落到你手上了 好 先行 你被我搞定了 我们自由了 我们喝酒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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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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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 走啊 先行 快快快 快 来 来 来 喝酒去 干什么呀 喝酒啊 哎呀 老地方 走走走 先生一起吗 先生 哪有先生 他呀 咱们的运气好啊 没先生了 走走走 这里没先生了 岂有此理之己呀 三个月前 就是楚州与全郊县 边界山贼为患 这半个月来呢 此地又莫名地跑出什么狭盗来了 打击山贼劫富济贫 把我们官府完全不放在眼里啊 是 是 你别给本官来这套 我问你 你想怎么管 我 大人 经过您的明示 我倒是真有点担心了 违今之计啊 不是让百姓 尊重他们 而是尊重我们 树立我们官府的威信 大人 可是在衙门当中 没有这样的高手啊 如果抓这些山贼 咱 咱不是对手啊 抓山贼不是说我们比他们厉害 只要他们比我们差劲就可以了 不管他们劫的是什么 劫财劫 只要劫了 那就是犯罪 对于我们官府来说 就是在挑战我们 他们居然敢挑战当今皇上的天威 那我们就一定将他们绞杀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大人 卑职明白了 大学士吴松吴大人即将回乡祭祖 在他回乡祭祖期间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好 刚张军师来个道 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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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抓人啊 这什么呀 这就是悬赏抓人 先生 请问一下 这皇帽上说什么呀 这说的是有两个巨盗 一个自称是侠盗飞龙 一个自称是翘叶叉 自视武功高强 打家劫舍 如果大家能够见到呢 抓到一个人 就会赏银百两 百两 对 及时献报 赏银三十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山贼的悬赏 是八十两白银 可是这两位大侠的 赏金却是一人 比这一伙山贼还多 你说这算哪门子道理啊 是不是 既然是为了抓贼 又为了周济百姓 他们难道 比这伙山贼还凶狠 这个赏金比山贼还高 以我看哪 官府这次 就不应该张贴告示 击捕他们 大吼说是不是 是啊 就是啊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不对 把侠杰是山贼啊 我说什么 我说你这么认为啊 看呀 山贼怎么能比大侠的这个人 好 小德飞龙 所以你在全交城 派发阴凉和粮食 做得好 差点差 昨夜你在除州城内 成功捕获 肃孽已久的才华贼 做得也不错 哥 你的武功 越来越厉害了 你这个死丫头 就知道他玩 拳脚无眼 伤到你怎么办 凭我的功夫 你要伤到我 不容易哦 说正经的 罪救我们可千万 不要轻易修守 官府已经加败人手 在追捕我们了 就凭那帮庸才 哪能抓得到我们 小心使得万年传 要是让人知道 我们的身份 会把爹气死的 我就不懂了 我们是劫富济贫 维护治安 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 事都就是如此 好吧 但不能出手 好无聊哎 不是这样好了 我们就像小时候一样比赛 看谁先到家 我先走了 又爽了 刘少爷 这是你要的银两 都检查清楚了 没问题吧 这么短时间之内 让你从营库中 替我取出这么多银两 真是麻烦你了 在这除州城 要受副家一方 除了杨家之外 那就是你们柳家了 再说了 大家都是老主顾 你还跟我客气是吧 成龙要走了 告辞 刘少爷 最近山贼相当猖獗 而且又有侠盗 频频出渡 劫富济贫 你携带这么多银两上山 恐怕会被山贼盯上 多谢陈老板提电 应该的 刘公子 路上小心 才明白 思念如意 什么样的风景 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 像纸两颗心 也不愿再任性 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 我不再怀疑 我不再怀疑 只想和你 携手天地 缘分是天注地 原来和缘去 只要你一句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此生真心 今生又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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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是天注地 聚散和分离 只因你一句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此生这心 缘分是天注定 聚散和分离 指引你一句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此生这心